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行动党兵州署理主席拉玛沙米前天在面子书发文指 拉玛公务员体系佳化 而且都有马来人给垄断 呼吁首相安华要改革公务员体系 结果这一番言论掀起了千层浪 虽然首相安华四辆拨迁金指 那只是拉玛沙米他的个人看法 尝试要淡化这件事 但是各方包括团结政府的蒙党还是很不满 纷纷出来讨伐 甚至要求要隔除拉玛沙米宾州副首长的职位 达玛公务文员职工总会QPAX主席安南默 今天发文告强调 公务界不曾以种族作为招聘或者着身公务员的条件 而是看绩效和能力 他说公共服务委员会并没有设定种族宗教或地域的配额 那大多数人是出自爱国情操加入公共服务 特别是在安全和国防领域 他认为非土著加入公共服务的意愿不高 因为他们认为公务员的薪资比私人界或者做生意来的更低 而已经加入公正党的前教育部长马智里 今天在推着发文指 拉玛沙米他是团结政府当中最大的负资产 行动党必须对他采取纪律行动 那至于副首相阿姆扎西今天出席活动时也形容 拉玛沙米是个我行我素不受控制爱招惹麻烦的人 因此他不会文风起舞大家也不需要理睬他就让他的党领袖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那对于盟友要求行动党对付拉玛沙米的建议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今天在记者会上感谢友党所给予的意见 让他强调行动党有自己的方式处理内部问题 他提醒拉玛沙米不要挑起无谓的纷争 而是应该表现的像个政府代表要去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 他同时也提醒火箭的全体党员 是时候要改变过去当反对党的思维了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今天出席行动党联邦直下区代表大会时表示 经过50多年的斗争 行动党现在已经迈入新的里程碑 是团结政府的执政党 因此他提醒党员必须改变过去半个世纪担任在野党的思维和行为 所以今天以责政党的角色 我们必须要有责政党的思维 必须要有责政党的行动 因为今天行动党已经复视反对党了 马来西亚人民非常期待行动党扮演好我们的决策 在政府的 因为我们做了超过50年的反对党 我们也要最少做50年的责政党 陆兆福还三多点名台下的假动国会议员林立盈 指这名敢怒敢言的火箭领袖 目前也在学习要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后座议员 这番言论引得现场哄堂大笑 我知道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一路以来我们都习惯了成为这个反对党的风格 反对党的方式 林立盈知道我讲什么 她也现在学习怎样成为执政党的这个后座议员的角色 她不能够好像以往这样的 每一天台记者会就设训 陆兆福补充 身为后座议员绝对有自由和空间做出批评 不过在批评的当儿也必须提出解决方案 与部长配合解决问题 面对自己的言论遭到各方批评 当事人拉马沙米今早发文告喊冤 她说她只是呼吁首相安华要改革公务员体系 否认要求打破马来人垄断公务员 她说自己的面子书贴文遭到特定媒体扭曲 然后被一些想要寻找廉价宣传的政治人物给利用 发表煽动种族的言论 她也强调本身的贴文只是个人的看法 并不代表行动党或者其他领袖的立场